第五十六届电视金钟奖戏剧节目男主角奖 由台式戏剧生生世世的演员薛世玲获奖 他在剧中完美诠释出被时代环境压抑的男同志 表现深受评审青睐 所以一局打败了原本夺奖呼声很高的许杰辉等人 同时他也拿下迷你剧集男配角奖 相当的风光 薛世玲生生世世 听到自己名字瞬间 薛世玲一度低头 并且双眼内心不敢相信 跨足戏剧圈十年终于抱得精忠 得想感言则是维持薛世风格 一样超简短 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 我会继续加油 因为生生世世的作品的类型比较特殊 之前大家好像会觉得 八点档是不是就比较在竞争上 然后在奖项上面就比较弱势 以台式戏剧生生世世 夺下戏剧节目男主走长 打破八点档不可能跟这个奖项有缘的既定印象 薛世玲饰演的谢玉树 是被时代环境压抑的同性恋者 为了迎合双亲的期待 只好违背内心 把自我怀疑的复杂纠结情绪演绎的相当到位 评审表示在投票过程中 薛世玲显胜资深演员许杰辉一跳 就因为她的演技真的很细腻 生生世世里面的演员 每一个其实在角色上 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帮忙跟帮助 没有他们其实就真的没有预速 从大嘴巴时期的饶舌歌手 成功转型演员 薛世玲负准拿下心壳试地 这回更把迷你剧集男配早奖也一起带回家 让她开玩笑直言 是不是该退休了 小时候带血压要来 没有想到 对我会得奖 追寻你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努力把它做到最好 只是生生世世跟做工的人 这两部片的拍摄期 其实还重叠55天 也让薛世玲经常要从 阴柔压抑的男同志角色 转变成纯真率真 有情有义的怪手司机 但她却能在不同角色间切换自如 也让观众评审对她的演技相当惊艳 得奖实至名归 这也这么到